哈喽,大家好,我是大铃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作为品牌的红人和为客户开发和管理红人活动的营销人员 我深知红人营销的价值,我也是一个消费者 这始方程是更加真实 而且我时时看到了红人营销的价值 因为我是根据红人的建议进行购买的 那么红人营销对消费者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呢 让我们来看看 旅网红营销相关的营销人员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在红人营销以及红人营销对消费者的影响方面 成功实施品牌和代理机构面临许多挑战 关于红人营销的有趣的事情 或者至少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是很多时候品牌和代理商都不知道如何衡量红人关系的成功 实际上根据林库尔的红人营销研究 有79%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对2018年的最大挑战是确定ROI 我相信营销人员不仅会受到投资回报率的挑战 而且即使不是在营销活动中 以真正能够衡量任何形式的重大投资回报率的方式进行开发的想法 挑战者也同样受到挑战 高投资回报率是什么意思 哦 注入销售之类的东西 红人实际上是如何以某种方式移动针头 促成销售或预期行动的 大多数品牌和代理商仍然处在被触及率之类的短暂事物 所震撼的黑暗时代 并被在很大程度上无关紧要的追随者人数所吸引 因此 观察这一发展趋势将很有趣 这是营销机构研究中的图表 显示了营销人员报告的其他问题 包括能够跟上社交算法的变化 这使得接触客户变得越来越困难 以及实际找到与之合作的合适红人 有红人营销人员可为营销人员带来可观的投资回报率 虽然做起来并不容易 但毫无疑问 有红人营销人员可以为营销人员带来可观的投资回报 人们信任他们信任的人 当他们信任的人告诉他们去做看检查或买东西时 他们常常会这么做 对于品牌而言 要获得这种回应要比对红人要困难的多 当您可以与合适的红人合适的受众一起工作时 魔术就会发生 那也是危险的地方 我们有一个庞大的红人网络 我们与之合作 我们知道有针对性的关注者社区的微红人 我们称之为魔术中间人 与关注者价格虚高和费用虚高的红人之间的区别 那些追随者的比率很高 而追随者的比率却很少能带来任何显著成效 找到合适的红人 共同制定适合其受众的运动 征求红人的反馈 并将他们的建议整合到您的运动中 衡量结果 并在整个过程中调整运动 这些都是使成功的红人运动成功的关键 尽管网红营销带来的投资回报可能具有挑战性 但当它起作用时 这是令人惊奇的 这是来自的信息图的夸照 今日社交媒体关于网红营销的投资回报率 强调了一个事实 即与其他类型的传统营销相比 网红营销通常会从网红营销对消费者的影响中 看到11倍的投资回报 评论推动销量 但红人推动评论顾客阅读评论 在购买之前 每时每刻 实际上 超过三分之一的消费者表示 在购物之前要依赖评论 我无法告诉您 我已经准备好多少次点击购买按钮 但是花了很多时间 首先阅读评论 因此常常决定不购买 我在Google Yelp上阅读评论 在网站上阅读评论 有时甚至是Google的产品XYZ评论 以查看在购买前发现的内容 可以肯定的是 这种做法使我避免了很多错误的购买 在这里 与值得信赖的红人一起尝试 然后重新评估产品的价值 对品牌而言尤其有价值 以下是来红人营销机构的图表 该图表显示了有影响力的红人如何以及由于他们从红人那里看到 阅读或听到的东西而被迫购买的消费者群体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有影响力的消费者都是不同年龄段的人群 平均而言 通过社交媒体红人 视频博客 小众博客和名人代言人发现新产品 服务和品牌的消费者中 有55%留下了产品在上个月进行审查 这些数字高于平均数字消费者的行为 对于那些希望获得评价以赋予其产品信誉并促成购买的品牌来说 这些数字意义重大 有趣的是 红人营销对欧洲和北美消费者的区域影响和影响表明 与其所在地区的其他数字消费者相比 消费者进行评论的动机要高35% 更具体的说 年龄在25至44岁之间的消费者中 有十分之六的人喜欢发表评论 与其他年龄段相比明显更高 也就是说 内容也是最年龄段的关键 超过40%的人表示 他们更有可能受到其他人 尤其是名人代言的观点和评论的影响 红人营销对消费者的影响 红人营销对消费者有什么影响 简而言之 它有效 为什么 红人 人们喜欢人 人们信任人 人们对人们的信任远胜于对品牌的信任和对营销人员的信任 红人是真实的 最好的红人是诚实的 了解并尊重他们的受众 不只是为了赚钱而说谎 而且可以为品牌以及多年来积累的朋友和追随者群体带来真正的价值 信任是关键 红人也可以娱乐 也可以提供新英有趣的方式来分享品牌信息 当我写这篇文章时 我想到了我12岁的孩子在YouTube上观看化妆教程 他们发现自己正在吃的个性 产品 使用方法 技巧和窍门 他们喜欢与他们共享此信息和这些产品的红人 据我所知 那些红人立刻就爱上了他们 这是一种关系 而不是品牌和代理商过去习惯的一种销售渠道 在过去的一年中 网红营销是通过电子邮件营销活动 以及付费搜索和自然搜索来增长客户的最快方法 2017年 这是一笔价值20亿美元的业务 预计到2020年 这将是一笔100亿美元的业务 这是有充分理由的 您是否正在使用有红人营销 您发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不要让庞大的预算成为您的障碍 但是为了使红人营销能够为您带来价值 在大多数情况下 您必须以某种预算摆在桌面上 毕竟 红人有孩子要喂养 抵押贷款要付钱 而这是跨境中介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